全球的疫情再度升溫了 但是看到中美兩樣勤 大陸是管控好疫情非常的好 但是美國不斷的有輿論 抨擊大陸的清零政策 說會加劇供應鏈中斷的問題 還暢衰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但是我們來看到 2021年中國大陸GDP的成長 達到了8.1% 也打臉了美國的中國崩潰論 相反的不只是美國疫情很慘 來看到是英國首相強森 還因為疫情封鎖期間 他怎麼樣帶頭開party 引發了爭議也被討論 是不是有可能兩週內下台呢 現在還說因為BBC報導強森不留期 因此要秋後算帳嗎 等等來分析 而且澳洲也是 所以AUKUS的三個國家元首 通通難兇難地被要求下台了 您覺得來看到一場疫情 中西制度比較是哪一方勝出呢 是中國大陸嗎 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 當地時間17號根據統計呢 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已經達到了6632萬 又6161例 6600萬例 累計的死亡病例則是高達了 85萬又1661例都是非常的高 尷尬的是呢美國最高長官 也就是呢美軍的最高長官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密立呢 其實他確診了 他是在16號驗出了陽性 有輕微的症狀 目前正在遠程的工作 已經跟他人隔離了嘛 根據瞭解密立呢 其實最近一次跟拜登接觸 是在1月12號啊 是在一位將軍的葬禮上面 美國疫情失控卻搶了全世界 非常多的疫苗 而不願意捐出去 來看到聯合國的秘書長 古特雷斯呢他就痛罵 全球新冠疫苗的分配 不公平是可恥的 他表示說因為疫情啊 供應鏈啊 通貨膨脹等等的因素 全球復甦在急劇的放緩 威脅到聯合國2030年的議程 還有可持續發展跟目標的實現 那古特雷斯呢有特別說啊 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 去支持一些發展中國家 不公平的貧困會加深的 導致呢社會更加動盪 以及暴力會出現 他敦促呢全球公平的 對待疫情改革金融體系 支持發展中國家 積極參與氣候的行動 古特雷斯他特別指出來說 距離呢去年世衛組織公布 要在2021年年底的時候 完成40%的人口接種新冠疫苗 還有呢2022年年中 完成70%的人接種疫苗的目標 還差得非常的遠啊 他表示說呢 高收入國家的新冠疫苗的接種率 可恥的是7倍 7倍高於非洲國家 另外來看到 美國就IP疫苗的民族主義 管控疫情又當躺平族 但是不忘攻擊大陸 來看到穆迪分析公司的經濟學者 艾爾他就特別說呢 大陸啊你實施了嚴控的 這個所謂清零政策 很大程度上延長了 供應鏈中斷的問題 但您覺得美國供應鏈出狀況 現在又想甩鍋給大陸嗎 您覺得有道理嗎 也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美國供應鏈大亂 除了是你自己疫情失控 導致你缺工的問題 還有呢美國港口很老舊嘛 這些問題都是美國 你自己怎麼都不檢討呢 恐怕不是只能通通怪給大陸吧 就算中國大陸清零 還是繳出了亮眼的經濟純跡單 來看到是2021年 中國大陸的GDP成長 來到了8.1%的增長率 超出年初定的6%的一個目標 也高出世界銀行在內 不少國際專業機構的預測 2021年第二季呢 其實美國的GDP比2020年同期 是增長了多少 增長了12.2% 高於中國大陸7.9%的增幅 這個數字呢 當然是有偶然性的 它當然是一個數字上的問題 因為呢 2020年的第二季度的時候 就是前年的時候的第二季度 美國的經濟好慘 是下跌了31.4% 中國大陸又沒跌那麼慘 當然了 所以你在去年第二季度的時候 美國才會突然要升那麼多嘛 當然就會自然高了一點 但是呢 他們呢 美國媒體當然知道這個問題 不過當時他就在開始銷售 在販賣所謂的中國衰退感 你看中國大陸輸給我們啦 甚至有所謂中國崩潰論 來看到就是華爾街日報 就特別當時說 美國跟大陸在眼下這一場 經濟增長的競賽當中 互換了位子 還說這會是1980年以來呢 美國經濟增速的首次超過了中國大陸 但現在事實證明了 也很打臉美國所謂的中國崩潰論 值得注意的是呢 中國大陸不是公佈了 2021年GDP增速的成績單嗎 中國大陸全年 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7.7兆的美元 位居世界第二 而且快要超過美國了 中國大陸GDP跟美國的比例有望 從2020年的佔比多少 70.5% 提升到多少 提升到77.3% 快要超過美國了 等於大陸GDP將要超過美國的速度 又加快了 相反的來看到 美國在2021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就是CPI 來到了上漲6.8% 是40年以來最大的增幅 所以通膨很嚴重嘛 2021年的財年的財政數字呢 赤字更高達了2.77兆的美元 這是有紀錄以來第二高 僅少於2020年的財年的3.1兆的美元 全美主要地區啊 平均房價還上升的速度 是近30年來最快的 所以中美經濟表現 看得到很明顯的東升西降 蟬雪車不停運作 但還是趕不上超強降雪速度 在北加州光是一天內就有400多起 車輛打滑意外 有貨櫃車失控翻覆在高速公路旁邊 強烈冬季暴風雪襲擊 美國至少四周進入緊急狀態 暴風雪癱瘓全美海陸交通 造成陸運空運堵塞 導致原本因為疫情 已經很吃緊的供應鏈危機 變得更加嚴重 我覺得I-95被禁止20小時 是很嚴重的 我開始在4個早上 我去到12時或1時 我還不結束我的車輛 嚴寒氣候讓貨運在好幾天內 難以輸送商品 業者遲遲無法補貨 超商貨價全空的場景 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大雪凍結供應鏈 但美國著名信品機構穆迪 卻示警說美國供應鏈中斷的問題 是因為大陸的清零政策受到重挫 穆迪經濟學家表示 大陸嚴格的防疫措施 為製造業帶來新危機 使全球製造業和物流情況惡化 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14萬億元 按不變價格計算 比上年增長8.1% 大陸2021年GDP優於預期 增長創下10年新高 法新社報導 全球貨物需求量激增 帶動大陸去年出口量大幅增長 但有分析指出 美國的供應鏈危機 並不是來自大陸 加拿大皇家銀行指出 美國的問題並不是因為 亞洲的商品供應不足 而是面對國內壓倒性的需求 基礎設施的重大建設 需要儘快改善 去年11月甚至還有亂象 因為美國港口嚴重堵塞 有美國企業在中美兩國 包機航班來大陸運貨 堵塞的問題從港口蔓延到機場 如果美國民眾需求沒有降溫 供應問題就很難解決 接著張力報導 說到了經濟表現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出席了2022年 世界經濟論壇的視頻會議當中 提出了四點倡議 我們來看看第一點 他提到說 攜手合作 那具例戰勝一擊 在全球性的危機 驚濤駭浪裡面 各國不是乘坐一百多條 一百九十多條的小船 而是怎麼樣 而是乘坐在一條大船裡面 而且這是命運與共的大船 同舟共計 所以要戰勝疫情的唯一正確道路 就是任何互相的製軸 任何無端的甩鍋都會干擾到大局 特別是要用疫苗這個有力的武器 確保疫苗分配的公平性 而且加速推進接種的速度 要彌合國際免疫的鴻溝 而且要把生命健康給固守好 把全民生活的保障給固好 面對當前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 我們要如虎天意 虎虎生威 勇敢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險阻 全力掃除新冠肺炎疫情陰霾 全力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 讓希望的陽光照亮人類 習主席的第二點倡議是講到說 化解各類的風險 要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復甦 呼籲各國要真正堅持 真正的所謂的多邊主義 而且要堅持拆牆而不是主牆 開放而不是隔絕 融合而不是脫鉤 那推動的是建構開放型的世界經濟 那推動的是經濟全球化 要朝著更加開放 包容 普惠 還有平衡共飲的方向來進展 第三點則是提到了 跨越發展的鴻溝 重振全球經濟的發展事業 中國大陸願意跟各方攜手合作 共同推進倡議落地 努力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 最後一點就被說 想說給美國挺的嗎 習主席強調說 摒棄冷戰的思維 實現和平共處 歷史反覆的證明說 對抗不僅是於事無補的 而且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搞保護主義啦 乾鞭主義啦 誰也保護不了 最終只會損人害己 並棄冷戰思維 實現和平共處 互利共贏 當今世界並不太平 煽動仇恨 偏見的言論不絕一耳 由此產生了種種圍堵 打壓甚至對抗 對世界和平安全有百害而無一利 歷史反覆證明 對抗不僅於事無補 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搞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 誰也保護不了 最終只會損人害己 五眼聯盟呢 現在呢 有三個眼睛的領導人 成了難兄難力 民調都很慘 而且呢 他們都是AUKUS的成員 知道了吧 就是呢 美國 英國跟澳大利亞 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啊 他其實上任即將滿一年喔 美聯社卻指出來說 包括了年輕人 女性 還有有色人種 中間選民等等的 都對他的政績好不滿 認為呢 沒有兌現承諾 你也覺得如此嗎 來聊天室聊聊 美聯社2021年底公布的民調呢 他說疫情的延燒 通膨惡化 還有多數競選承諾 沒有兌現 使得拜登的滿意度大幅下滑 支持者坦言 對拜登失望 不知道該用憤怒呢 還是心晦意冷 來形容這樣子的情緒 而選民呢 對拜登的支持程度 也會決定民主黨 在今年選舉後 能否維持國會多數的地位 美聯社指出來說 如果拜登不能夠團結 民主黨 共和黨的勢力 將可能會改變 美國的權力平衡 另外剛剛說的美國 接著來看到 英國 英國首相強森呢 就因為封城party嘛 醜聞連環報啊 執政保守黨的民調呢 直直落 而且創下了新地 黨內外都有要求 他辭職下台的呼聲 甚至還說你會不會兩週內就下台了呢 雖然強森呢 他已經道歉了 但事態依舊沒有平息 不僅呢 黨外對他猛烈抨擊哦 連黨內多名的資深議員 也要求他辭職吧 英國媒體呢 預測啊 他可能啊 被迫兩週內就要下台了 沒想到呢 聲線醜聞的強森呢 被質疑 為了挽救自己的職位 將要對英國廣播公司BBC 秋後算賬 只是因為呢 BBC監督強森太用力了嗎 根據呢 英國的星期日郵報報導說 英國政府在與BBC負責人進行 緊張的談判之後 要求BBC呢 將每年現在收取 是159英鎊的電視牌照費 延續兩年 期間呢禁止加價 此外呢 政府還考慮 在2024年到2027年 這個費用 漲幅限制在通膨率以下 最終啊 自2027年以後呢 完全取消收費 由於呢 BBC是國營性質的 廣播電視機構嘛 幾乎沒有商業的廣告 主要收入來源 都是民眾繳納的 電視牌照費 佔據他的年收入的四分之三 英國政府這一次出手 將會導致BBC 未來六年 被迫削減超過 20億英鎊開銷 要維持盈喻 這對BBC來說 就是一大噩夢了 剛剛說了美國英國 還有來看到 有一個民調就顯示說 澳洲的總理莫里森 就因為Omicron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導致民眾的不滿 支持率也下滑 再也的來看到 勞工黨的支持度呢 則是在大選前 領先非常多 而根據呢 來看到引發 澳洲民眾如此反彈 可能就是因為 南網世界排名第一的 喬科維奇呢 沒有接種疫苗 而是呢以醫療豁免的方式 到了澳洲公開賽 這也成了莫里森的 一大政治難題 莫里森呢 在Omicron疫情的因應 一直飽受到抨擊 澳洲單日新增 確診一再飆升 進而讓住院率上升了 醫療量能也很吃幾 理髮